大家好 我是陳寗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呢 我們又來這位 brother的家 他家裝潢非常漂亮 然後 後來就變得很有生活感了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範例就是他的家 但是我必須要 為這些堅持的brothers 平個凡 因為呢 這位brother他是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他會變得這麼生活感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他很愛買 而他很愛買的原因呢 我覺得 我佔了一部分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他黑膠 他的黑膠收藏櫃子呢 像是我的黑膠櫃一樣 來你看 Diana Cloud 狼狼 John Williams 然後呢 木特 來 這些是不是 平常在我們沙龍都會看到的東西 對不對 他連這個都有 拉赫曼尼洛夫坦的拉赫曼尼洛夫 他買了兩套耶 所以 所以 這裡 福山雅治 石川小百合 林哥 卡拉洋 然後這裡還有 石川小百合 跟石川小百合 我只能說呢 來這位brother家好像在沙龍逛一樣 他連咖啡機都跟我們同品牌 LAMA ZOKO 他是小台的 我們大台的 但是呢 這個咖啡機不是他看我們的 是我們看他的 我們的磨豆器 跟他們家的磨豆器是一樣的 然後沖咖啡的手沖火也一樣 所以 這我們互相傷害 我們為什麼要叫互相傷害呢 好 那今天的我們來這裡呢 其實 有個原因 是因為他之前他的這個A50 這台IQ-Vis A50有點問題 他左邊大聲 右邊小聲 那 其實這一台呢 發生過兩次問題 第一次是真的機器有問題 是我們收回去修 然後呢 那個時候見他一台機器停 那 後來又回來之後 有一天他又跟我說 欸陳寗他只有一邊有聲音 然後另外一邊數字都不會跳 然後我們就收回去 結果我發現呢 他的不會跳 是因為他後面有一個旋鈕 可以轉那個橋接 結果他就轉到 所以呢 其實機器沒壞 但我們就還是幫他測試一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借他那一台 Accuphase 的 A70 借他這台聽 讓他可以 正常的聽一下 那聽了之後呢 這一台我們測試也OK 今天跟他約個時間 來把他換回來 換了之後 好好 問題就來了 我就想說呢 他這個喇叭已經run in 差不多一年了 然後呢 他也跟我說 就是他最近覺得喇叭有亂開 很好聽了 所以呢 我就說那 我就幫你重新擺位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嘛 就是 如果喇叭的低頻都run出來之後 其實他就可以不需要投印了 所以呢 你看 他現在是沒有投印的 有沒有 他這邊是平的 這邊也是平的 他沒有投印 因為他的距離夠遠 結果呢 我調了 調了半天 這一支怎麼大聲就是 怎麼樣就是他比較大聲 這時候我就覺得很驚呆 我該不會要把這台A7s留在這裡 這台擴大機拿回去修吧 我覺得不可能 這個才剛處理好 我們測了那麼久 怎麼可能這一台後級的問題 左邊就比較大聲 所以 我後來就去看 對 信任移動 那幸好他們家有這個DG68 他有DG68 所以DG68在播放的時候呢 他會這樣子 你看 他這個會有這個平譜 那你可以看到嘛 他其實左右呢 通常都是要一樣高的 可是呢 剛剛 他的左邊 怎麼樣都比較高 高大概3dB左右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該不會DG68壞掉了吧 還是他的 ARIS壞掉了 所以呢 全部好好的檢查之後 結果發現 他的ARIS裡面的設定 什麼重取樣啊 那些全部都被亂按 44.1 把他超取樣成176 然後呢 176的再把他降取樣成44.1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設定 但是 這個絕對不是他自己跳的 好 這一定是有人去按 可能不是這位browser按 但是一定有人去按啊 然後呢 再來 這台DG68 他的DSP 他其實有一些設定 比如說 像他可以自動控制音量 他也開了ON 然後呢 這裡減3dB 然後 這裡呢 他按Balance 給他按到 3 那我剛剛 其實有拍影片那個時候 我把他按了一點回來 按到 2.6 但不管怎麼說人家應該是00 所以呢 他的Left 左邊呢 大了3dB 也就是說呢 剛剛我們聽音樂的時候怎麼樣 他都大3dB 是 這台造成的 然後呢 他的 HS-Linked version 也按到2 然後這個 Filter 也被關了 Off 所以 整個聽起來就超奇怪 那這些呢 其實有很多蛛絲馬跡啦 比如說像左邊一直都比較大聲啊 或者是 這裡應該要顯示32 他卻顯示24 而且現在是34 因為我調回來了 我把他調回來 所以剛剛聽那個 Havana 不是超 低頻超多的啊 嗯 因為那才是正常的 喔 Fine 啊 低頻就是這麼多 尤其是他們家這個空間 F-110 低頻多是很正常的 所以 低頻要很飽滿 所以 如果你發現 奇怪你家的 CD 或者是串流 怎麼最近越聽越難聽 低頻越來越少 你要看一下你的所有的設定 有可能呢 在你所不知道的時候 家裡的小精靈亂按了 可能是你太太 可能是你的小朋友 或者是親戚 或者是你家的貓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被亂按了 所以我剛剛把他全部弄壞了 哇 低頻就飽滿的 蹦蹦啊 逗逗逗逗逗逗ď 那個知道 這個低頻就很飽滿 好 那我們現在就弄好了 我們這個就可以開始來調整這個 喇叭 之前 因為呢 這個地方基於忘記是什麼理由了 好像是為了打掃 還幹嘛 所以呢 這喇叭沒有辦法很貼強 可是呢 offshore 說真的 我 我覺得你們家真的有打掃嗎 那裡 我為什麼推過去是因為那裡 我後來發現那裡 就其實也是髒髒的 但我覺得 髒不是錯 其實我必須說這些 brother 家 沒有一個人的房間比我還髒 因為我根本沒空打掃 所以呢 我後來發現髒這件事情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可以標誌 你的生活的活動範圍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啊 放在那裡會擋到我的路啊 放在這裡啊 會不行啊 我會什麼都會摸不到 但是呢 你仔細看一下 那個地方灰塵都激成這樣了 你真的平常會去摸他 我才不信 要不然他的灰塵就不會激成這樣了 所以呢 我發現說 那這樣應該是OK 我就把他喇叭往外 再推了差不多 10 公分左右 其實沒有應該是 8 公分左右啦 就是從這個 原本是貼著這個盒子嘛 那把他拉出去 那拉出去的好處呢 最顯而易見 其實當喇叭拉到這樣的時候 你每多 5 到 10 公分 他的音場寬度都會再更寬一些 那聽比如說像 90 浪 那個新的那個 DG 的專輯 他那個 然後 那個音場啊 還有那個小鼓的那個 那個力道還有他的那個寬度 整個就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呢 這個喇叭可以拉寬一點 我都會盡量建議 就建議啦 盡量拉寬一點 那拉寬之後 記得 先拉寬再來調節項 你不要在那邊 我不要拉寬幹嘛 我跟你講 自己聽看看啊 不要看網路上面瞎扯 什麼喇叭不能拉太寬 自己試看看 如果你這樣拉太寬會難聽 那就算了嘛 可是 其實已經有很多 brother sister 來沙龍聽過啦 我們那小書架放那個樣子 在那個 大拳套 H5 給他吹下去的情況下 是不是聲音其實聽起來 就是低頻少一點 但他的整體的音場都可以出來 所以做得到的 只是看你怎麼去玩啊 當然你說 陳寗 一兩百萬系統去推 F515 那你神經病 但我比如說 也是有人買整套 FM 在推 Roger 35A 的啊 人家高興怎麼玩就怎麼玩 人家高興開法拉利去買菜 那也是人家高興啊 所以 就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很簡單了 我們先決定好他坐的位置 因為每個人在家裡坐的位置不一樣 有可能 你都會說 他皇帝會必定在中間 可是人家的沙發就長這樣 我今天來才想到 當時說那個坐在中間就會掉到鳳鳳的呢 這位 brother 也是一個 你看坐在中間就掉在鳳鳳裡 對不對 鳳鳳 所以呢 他們家坐下就會掉在鳳裡 他們家也是其中一個 另外還有一位 brother 也是這樣子 就是一坐中間就掉在鳳裡 但是他顯然他也是習慣坐這裡啊 你看這個枕頭都 都弄好了有沒有 所以呢 他現在確定坐在這裡 那他的人生結像結應該是在前面 正中間的前面 現在就是那個電視那個地方 他家電視超酷的 那他就 接下來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 之前說的就是 如果人聲偏這邊 偏那邊 那表示那邊的喇叭太大聲 那那邊的喇叭太大聲 你有兩個選擇嘛 就是要嘛這支喇叭往後推 要嘛這支喇叭往前拉 可是呢 因為他家的低頻其實已經很多了 喇叭再繼續靠牆的話呢 其實低頻會淤積了 就簡單說就是會轟啦 所以呢 那支就不要再動了 把這支往前拉 因為我剛把他往外推嘛 所以他會比較小聲是正常的 那 比較往外推 那我們再往前拉 漸漸的呢 把結像 弄在這個 中軸線上 哇 那聽起來的低頻 飽滿度跟音場 還有所有聲音的定位 就會非常非常的棒 你從聽剛講九十漢 到聽Idole 到聽祝福 都會非常棒 你知道祝福那個 一刻在唱歌的時候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其實他背後 都還有一個keyboard的音樂 是跟著他 他然後他就跟著 有點卡龍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那個東西 如果你的音響聽不到 相信我 那就是你的擺位沒擺好 你的擺位沒擺好 你的聲音的三頻分離度出不來 你的解析出不來 那個東西你就聽不到 但是呢 如果他的每一個音 你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不管是他主旋律也好 或他的伴奏也好 你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那就表示 你的這個擺位是有擺好的 如果擺位都弄好 還是聽不清楚 那表示 你的喇叭解析可能需要提升 那這並不是說 一定喇叭什麼 有的時候就純粹你的喇叭的 天生的極限就是在那裡 就好像你說 我今天用F15 我用F15 我希望聽到像陳寗 我在你沙龍聽那個鸚鵡螺放魔王的時候 那個 那種力道 那到底怎麼可能呢 如果那樣子都可以的話 為什麼沙龍要用鸚鵡螺呢 所以 像那樣子就是喇叭的極限 那那樣子你就只能 升級喇叭 可是呢 比較一些基本的細節 其實這樣子弄好之後 都應該要聽得非常清楚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這位brother 我想他今天應該也開心 他今天就可以聽到半夜了 所以 我們呢 就 把這個客廳還給他 讓他可以繼續快樂地聽音樂 那我們就準備回家了 那如果呢 你看完之後的影片 比如說陳寗這個系統我喜歡 我也要一套 這個地方有這個QR code 你可以掃 然後加我的LINE 然後你給我你的預算 然後你的空間 像這個一開始就讓我看他家的空間 那我就知道可以怎麼推薦他用喇叭 但是 他們家會變成F15是一個故事 一個傳奇 真的是 就是我們稱他為英雄對不對 英雄 他 他可以看他的影片 他們在他們家拍了很多影片 因為他真的是一位傳奇人物 他成功地從 我記得兩個人 開始要買F703什麼的 會變成F18 然後之後變成F10 真男人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不管怎麼說 就是 我們你就直接告訴我你的預算 沙龍有一張梗圖是在那裡 沙龍有一張梗圖就是 獻給這位brother的 大家去沙龍的時候 可以找一下他在哪裡 非常有趣的一張梗圖 給大家提示 那張梗圖是夜神月 對吧 夜神月 對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這樣啦 那你給我你的空間 你的預算 還有最好有照片 你常聽的音樂類型 我來幫你搭配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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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